tomar knock 供持欣 小时 不想过投身演艺戒 中六毕业后 曾做过文职工作 直至报考1984年 无线电视艺缘训练班 才正式入行 我小時候都是比較內向的 我是叫坐Van仔不敢下車那種人 不懂得大聲喊有樂 那些我不太敢喊 我出了當時有一個港台節目叫做《香蕉船》 是一個學校的老師介紹我去的 因為我那時候懂得彈鋼琴 之前好像《香蕉船姐姐》不做了 很短時間我就試過去 我就稍為比較認識一些 知道鏡頭在哪裏 或者會對鏡頭知多一點 因為其實我拍攝的時間都很短 後來就再去做了我其他文職的工作 之後我又覺得當時我的感覺 在英國我也做過律師行 我就慢慢覺得我想做一些工作 出來的成果和成就更大 比較屬於自己的 你知道文職的事情 很多時候很多時候 你都是做了一小部分 然後給回老闆 那很難有那種屬於自己的滿足感 是比較難的 後來就禮聯消母 那時候就不用讀一定的佛靈班 有一個很短的 我是第一期認了文職 三個月 以前因為有些導演就認識 就告訴我 你不如去玩一下 我就入了文職 我還記得第一張約去TV簽 那時候我不敢讓我爸爸知道 其實是我媽媽要簽 都可以的 其實父母怎樣都疼愛自己的子女 不過當然是很多人擔心 如果你一開始問她 可能因為擔心 所以未必批准 慢慢她知道 你那個比較 其實她的意欲真的強的話 其實她都會遷就你